建立的過程裡面 就是有錯的 為什麼說會有錯呢 因為它預設的話 比如說有這樣的建立 好 像我現在這邊再多建立一個 那個叫做製作技術 好 那這個時候其實可能各位沒有注意到 如果說你選的是下面這個 它預設的話會放在哪裡 會放在你剛才那一個的再往下 有沒有發現 我本來希望它放在網站規劃裡面 這是第二項 結果怎麼這樣放在這邊 因為放在這裡了 有沒有 那你可以直接從這邊來挑選其他位置 因為它預設的話 你建了一頁 下一頁應該是在那個之下 所以你這邊可以點一下 它就會告訴你 你是要放在這邊 對不對 這樣一改了 你就OK了 好 我就可以按建立 那這個時候就會建立在外面 有沒有發現我這邊就跑出來了 好 那萬一你已經建了怎麼辦 這個時候 您可以來這裡 我們看一下 我們剛剛建了對不對 你可以從哪裡去了解一下你目前的網站架構 從頁面 好 剛剛我們進到那個管理協作平台裡面 這邊有一個叫頁面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層次的架構 它層次的架構 所以我們從這邊進來 你看 一樣 更多裡面找到這個管理協作平台 我們看左側邊這個叫做頁面 好 你現在看到你看 有沒有發現我這裡多了一層 對不對 那怎麼辦 借用一下 應該把它上來 可以嗎 就這麼簡單 沒有很難嘛 只是不知道會是在哪裡而已 你只要打到這樣 你就可以像這樣去手段調整 沒有放下進去也是可以像這樣去稍微移動一下 比如說我先移到這邊 這個會移到它裡面來了 我把它移出來 事實上這邊是比較單純的條 今天如果說萬一你有需要比較自訂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另外的方式來做 而不是像這樣來做調整 因為這邊只能做比較單純的調整 這樣OK嗎 你要做那個上下順序的調 對了 它是不行的 它只能就是這樣調整 你如果要單純的調這個上下 在這邊用自訂的方法是不行的 好 OK 所以如果你知道怎麼調整的 那應該就沒問題 這邊是就出來了 對不對 它都是即時反應的 那你像這樣就比較清楚說 萬一你的架構錯的時候 可以怎麼去做調整 那如果你沒有問題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些內容 比如說你的首頁可能要放哪些 你要怎麼做你就點到那一頁 這裡面就會有一個編輯 就可以再進來 那麼它的頁面本身有分很多種 我們現在用的是網頁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網頁的架構 比如說你看這是首頁 那這是它的標題 所以你可以到這邊 假設我的首頁 我這邊有一些裡面的內容 我就稍微簡單貼過去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假設我這邊 好 這裡有一些設計裡面 好 假設我就把這個 簡單的 我這樣一摳的話 肯定怎麼樣 是所有的格式會摳起來 那當然你貼進我們的這個編輯器裡面 也會是一樣的格式 事實上你如果進到層次碼 看起來外面好像都一樣 事實上層次碼很爛 有沒有發現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你希望 你的比較乾淨一點 或者應該是這樣講 有些時候我們希望貼進去是純文字就好了 因為有時候那些格式反而會干擾你 對不對 所以我改編一下你看 我用個祕密武器可以嗎 純文字貼上 看起來好像一樣對不對 但是你看一下 有沒有比較乾淨一點點 雖然還是有一些 但是會相對比較乾淨一些 正常來講應該是 就是連這個都可以再把它省略掉的 連這個都可以省略掉的 那這樣你的網站 或者是你的Word 簡報相對就會比較好 那麼這個小軟體 如果你覺得有需要的 因為這個不用安裝 也是免費的 我有放在這邊 您如果有興趣可以到我的那個 那個部落格上面 這邊免費軟體的下載 就在這裡 那這有提升工作下去一篇 點進去 你就會看到這裡有一個 叫做 Bitle Portable 這個免安裝的 不用安裝 你只要執行就可以了 那當然這種軟體就是要開機的時候就啟用 這樣就比較方便 比較方便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資訊表勾起來 然後直接下載 下載就可以用了 裡面就有一個資訊檔 那提升的時候會像這樣 那各位回家呢 你要做的唯一的事情 因為剛才也都是中文的有沒有 唯一的事情就在選項這邊 告訴他系統啟動的時候要開始就好了 就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呢 我們在用的時候就比較方便 甚至呢 你還可以怎麼樣 編輯一下這個剪貼部的內容 把它重新編輯過 再放進去 這樣應該各位在使用上會比較容易一些 所以這個是先給大家稍微簡單看一下 另外可能會遇到的一個情況 好這邊我就先存檔囉 好你看像這樣 就可以把它存一下 那這個呢 你現在看到就是所謂的網頁的格式的 那所以很單純 那麼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在這裡 還可以看到除了我們一般像Office裡面這種工具箱以外 你在這裡 我就要問一下各位 譬如說您在用Word的時候 請問您都是用一欄式的編輯 有沒有用過兩欄式或三欄式的 好 平常大家會A4直接用到底 一欄的 我們一般的預測進去都是一欄的嘛 但是您看這個版面配置裡面 有沒有兩欄三欄的 這個叫做在哪裡 欄 欄 這是 有沒有用過這樣子的 對不對 那 很好玩的 我們在網頁上也有 好 你在這個結構平台上也有 所以您可以看看 你看這裡 版面配置 有沒有大家跟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不要那麼辛苦的 我還要自己怎麼做 你就看你要兩欄三欄 還是要上下的有沒有 就可以直接設定好 假設這一個我比較特別 反正就要做 我只要變兩欄是要上下的 兩欄就好了 不要太複雜 有沒有自動就變左二兩邊 這樣就變得比較簡單了 所以這個先給各位玩看看好不好 我把它還給你 它的線上編輯其實實際上真的還不錯 至少比我們現在很多的這種編輯器來的相對好用很多 你的這個 針對這個架構的部分不算滿意 因為我就是想要把這個設計裡面放到這邊來 可是你會發現我們預設它用自動的你就不能調整那個順序 那怎麼辦呢?沒有關係 那它現在已經有新的方式 你看在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做編輯協助平台版面配置最新的 我把它點一下 點了之後你看我們左手邊 你就可以移到左手邊這邊來了 這裡你看這個叫做導覽有沒有 這個導覽你可以按一下 隨便按一下 好 我們預設都是用所謂的自動的 都是用自動的 預設會有兩個階層 所以也就是第三層以後它就不會顯示在左手邊 那當然你要比較多也可以 不過一般大概兩層就夠了 可是我現在不要的話你就把這個勾勾拿掉 當你把勾勾拿掉之後 現在你最大 所以由你自己來決定什麼 你要增加哪些 你可以包括說從我們已經建立的頁面來 也可以連結到外面的 有時候我們網站有一些相關網站 我們希望連到外面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從這邊把網址加進來就好了 好那你看我從這邊按個新增 好 我的首頁要進來 所以我就點了 下面這裡 確定好 首頁要進來 然後呢 我要有一個這個 頁面的執行時間 這個我也讓它進來 再增加 再增加 這裡 然後再增加 再增加這一個 我先增加這個 關於專案 然後再增加 這個 當然裡面的也可以 不一定要在這個 我可以只增加這個有沒有 也是可以的 然後點到它 確定 好 但是我覺得這個順序不滿意 這個專案我就可以往下 有沒有 那除了往下 如果你的網站規劃 想要放在這個之下的 你點到它之後 就它往裡面一點 這樣了解吧 好 以前的頁面字上就是像這樣子 所以你現在這樣子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了 左手邊的就是由你自己來做決定 還有你來自己做決定 那當然除了左手邊的這個規劃以外 我先把它復原 把它拉出來一下 除了這個以外呢 其實你還可以加上什麼 因為你看我們剛剛在這個 能能加上上面這裡 有沒有這種的 這個一般我們稱之為頁簽字的 對不對 所以你也可以從上面這裡 你看我現在有首頁對不對 然後水平的按一下 你的水平有沒有多一個出來了 那你頁尾也可以 那如果我在這邊 你知道移到這邊 它就有個編輯橫向檔案 點一下 我希望我的上面有哪些 有沒有發現拆座都相同 好 拆座方式都相同 比如說我希望這個要出來 好 然後呢 再增加 這個也要進來 好 那它還有不同的樣式 你看有範框的 有標籤的 有連結 先不管它 你看 過來了 好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把它關閉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看看 像這樣 過來了 有沒有就連過去 那如果你有第二層第三層 它會變成下拉式選單 會變成下拉式選單 所以你看這個 再編輯一次 重新進來 這個下面 好 假設這個下面 還有 它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網站的架構 已經跟它沒有太大關係了 好 增加一個 這個我放在它的下面 然後我們再增加一個 好 這樣兩個 如果沒有問題我就確定 關閉 有沒有變成兩層次的 非常清楚 所以 那幾層都沒有關係 但是就是它 事實上做得蠻靈活的 好 應該有沒有比部落格 那個 靈活一點 有啦 請問各位有看過什麼部落格 可以讓你這麼方便的調整這些 很少對不對 好 好 所以一般來講不像協奏平台那麼靈活